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期我们就来重温下 看看你还记得谁 排名不分先后 一 范文芳 被誉为新加坡国宝级的范文芳 是90年代最火的新加坡女星 她出演过的古装角色有很多 1998年《神雕侠侣》是她首部主演的金庸古装武侠剧 冰清玉洁 敦罗瑶巧 低眉眼笑 戴着淡淡花香 既像不安世事的少女 又像绝尘脱俗的仙女 抛开造型来讲 范文芳的气质和原著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 倒是十分契合 2001年播出的《青蛇与白蛇》 是一部清甜又搞笑的古装神话剧 范文芳一人分饰五角 以可艳可纯的反差萌 轻松驾驭住了该剧的多个角色 时而软萌 时而刁蛮 时而妖娆的演绎 给观众留下了无比至深的印象 两年后 又在《奔月》中饰演嫦娥仙子 白衣青鸟 登场即飘落于烟雾缭绕的天庭中 造型虽简单 却仙气十足 一双小鹿似的圆眼镜湿漉的 灵动无比 范文芳演绎的各个角色精彩绝伦 演技精湛获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成为不少童年人的美好回忆 达 汤妙龄 外形浓历的汤妙龄 在侠义包宫中客串了凤舞一角 辅意出场便便先起舞 宽袖窄腰 曲线玲珑 低矮的发际上沾着白色的发饰 黑色的长发飘散 穿着轻柔的纱衣 这身白衣造型轻力可人的同时 还带着纯情的风姿 红色纱衣 发饰也换上了粉色珠钗 金色的长耳环 轻薄的刘海 比白衣时更加娇艳 成熟美人的风韵扑灭而来 三 郭书贤 身形纤细的郭书贤 有种稚气未脱的少女感 尤其是笑起来后 脸颊上浮现出的一对小梨窝 真是提升甜美感的加分力气 1994年新加坡古装剧《昆仑谋》中 郭书贤饰演女主角张颖 大将张通炉之女张颖 天资聪颖 武功高强 白衣女侠的惊艳出场 俊逸清雅的白色衣媚 朦胧神秘的白色面纱 张颖在竹林中飘飘翻飞 落下后一手直剑 一手拉着竹条 对男主温柔一笑 由四九田仙子下凡 时隔两年 郭书贤在塞外骑侠中 一人饰演两角 一个是温雅聪颖的纳兰明慧 一个是任性冲动的明慧之女 一兰朱 纳兰明慧是伊犁大将军纳兰秀吉的独生女 出身高贵 性格跳脱 她一个人远走大漠结交好友搜集明歌 命运将她和杨云聪拉到了一起 相爱的两人去英国仇家恨指指天涯 草原上紫色异域装 明媚活泡 清朝小姐装 雅致端装 两种不同风格的造型 郭书贤都驾驭得很轻松 郭书贤眼神很灵动 特别是心情洋溢地说着话时 更是目光闪亮 像极了天上灿烂的星光 有种异异生辉的耀眼感觉 四 李月仪 1994年新加坡古装剧《昆仑奴》 李月仪是玄岳道长的徒弟洪霄 依是个敢爱敢恨的江湖侠女 曼甲浩尺 行夸古家 李月仪的红霄真是惊艳了时光 一袭红色沙衣 两缕细发辫 宛若娇阳下盛放的红美鬼 明艳俏丽 使人沉醉 李月仪有双水汪汪的大眼镜 看着人时就像蒙着一层雾气 浅浅柔情 细醉绵软 再加上红衣硬衬 欲发显出她热烈且夺人心魄的美貌来 你忘了我是李柯啊 我是李绝 也是1994年古装剧 侠义包宫里的李月仪出演 边关首将李文叶的女儿李柯 因为父亲被庞太师陷害 她和妹妹李玉避免被捕 一路逃难 因为遭遇坎坷 前妻造型色彩暗淡 衣着朴素 而换上异域造型后 朱穿一族帽和艳丽服装加身 李月仪的美貌更加亮眼 赌郭飞丽 郭飞丽的长相真如她的名字一样 神妃仙子 孤单仙子的造型真是飘逸脱俗 带着淡淡的清朗 这样的天宫仙女太有说服力了 手上拿着东华上仙掉落的提湿红枫叶 清仇无望的母蛋仙子 内心挣扎 烈尸粉带的脸庞 情仇之苦一览无余 凡间的白牡丹发誓少了 粉色 淡黄色沙衣又是另一番撩人姿态 6.翁瑞云 相比起其他经常演女主的女演员 翁瑞云算是一个偏冷门的美女 她在古装剧中出演的多是小小的酱油类角色 可就是因为出场次数少 才让人对这个惊鸿一瞥的演员印象更为深刻 莲花争霸中 她是飞英宝的一个婢女小师 圆圆的小脸 清澈无辜的大眼睛 泪光点点 楚楚模样让人心疼 在昆仑奴中 她是唐朝的常宁公主 这次人物身份高贵 服装造型也更为华丽 有了领卢锦段与贵气奉拆的修饰 再加上她本身朱元玉润的长相 很好的塑造出了一个雍容华贵的公主形象 7.郑秀珍 郑秀珍的长相偏英纪 恰巧五乖又足够精致 因此赋予了郑秀珍不同于温柔美人的冷冽与洒脱 1998年播出的《东游记》 郑秀珍饰演获达正直的和仙姑 本是凡人的她 因舍己救人而位列仙斑 成为八仙之中的第五位神仙 白沙素衣 手指红色的莲花鳄的和仙姑 不但轻力脱俗的布施人间烟火 眉宇间的英气 还有股巾帼不让须眉的大将指纹 日出东方 唯我不败 2000年新式笑傲江湖中 郑秀珍摇身一变 成为了天下第一教日月神教的教主 东方不败 男装潇洒 替躺 自带一段风流 女装倔强英气 又不乏温柔妩媚 灵力不屑的眼神 搭配高深莫测的笑意 郑秀珍版《东方不败》 举手投足 狠力霸气 有着傲视群雄的强大气场 8.林湘萍 长相清纯甜美的林湘萍 真的很适合演绎活泼开朗类型的少女角色 1998年新传媒古装剧《神雕侠侣》里 22岁的林湘萍出演《小东斜郭湘》 水嫩盈润的脸庞 自然清新的色彩 可爱灵动的造型 林湘萍版郭湘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清新秀雅 令人一见难忘 在童年的另一部古装剧《东游记》里 林湘萍饰演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角色 一个是不会说话的哑巴真娘 另一个是东海龙王的养女龙三公主 真娘善良邪淑 与废掌房结婚后 因为不能说话的缘故 被误会时辩解不了 拧着眉头哭泣的样子我见有脸 误会解除后 面对废掌房的安抚又娇羞寒切 柔美甜静 而龙三公主刁蛮活泼 说话时古灵精怪的 开始知情于韩湘子 被孙颖的真情打动之后 嫁给孙颖为妻 就黄素芳 1996年新加坡古装剧塞外骑侠 作为草原上牧民们爱戴的英雄 性格大方的哈玛雅 极恶如仇 豪气甘吟 作为草原公主 她高贵 冷艳 还带着几分骄傲的气质 然而 作为动了感情的女子 她又有着柔弱的心灵 飞红金哈玛雅的初次登场 一身红色异域造型 头戴香着红宝石的民族帽 这下蒙着脸的红纱金 红装英姿 是那茫茫 原野上一抹靓丽的鲜艳色泽 澄澈如秋水的眼眸 爽朗直帅的笑容 黄素芳饰演的哈玛雅 青春芳华 宁折不弯 从骨子里透出的冷傲倔强 令人钦佩 和杨云聪的澄清现场 明慧丫头前来阻挠 杨云聪赴她而去 被情所伤的哈玛雅 破坏别人的婚礼 被杨云聪所追 声音决绝地告诉她 红丝巾还给你 风一起红丝巾飘落 露出哈玛雅青丝 染霜后白发如雪的模样 随着王妃演唱的 雪中莲响起 雪花飘 飘起了多少爱念 雪花飞 飞起了多少情愿 忧婉哀怨 指 塔林托亚 修长挺拔 挺挺玉立的塔林托亚 脸型稍长 五官兼具男性的轮廓分明 深邃大气 同时也有着女性的秀美柔和 妩媚精致 昆仑奴中的塔林托亚 是道姑玄月 也是红霄的师傅 头发竖起 戴着长长的肃纱 身着青色道府 面旁冷峻 气质凌冽 独一份的沉稳持重 换上晚约袖制的女儿装扮 穿着白衣素高 脸上神色黯然 依旧难掩青丽之色 而在童年古装俊莲花争霸里 塔林托亚是南宫世家的 养子白玉川 也是自称为大理郡主的段素素 南庄时期的白玉川 外表风流俊俏 不仅待人有礼 还武功高强 精通暗器 首次出场就是白衣翩翩的少年狼 飞腾跃动在天地大佛之间 笔墨挥舞 飘逸灵动 得到葵花宝典 变成女儿身成为段素素后 一身橘红色的一族服饰 头上戴着一玉大颜帽 与贵气俊朗的少年装不同 这身鲜艳华丽的少数民族装扮 娇媚又风情万种 十一 陈丽萍 脸庞圆润 眉目如花 陈丽萍的长相清纯温柔 一平一笑温婉动人 很有古典美人的风韵 1991年古装剧一代天娇中 陈丽萍扮演柳莹 两侧扮圆环状发剂 臂弯处挽着条桃粉色披纱 仙妖窄肩穿上闪闪的白色服饰 楚楚可怜的模样 惹人心动 最能体现陈丽萍美貌的角色 还是贺笑九天中的环珠郡主 青春貌美 精灵刁钻 环珠是个悲情的人物 开始的她是个锦衣玉食的小郡主 有父亲和兄长的百般宠爱 养成了一副任性刁蛮又胆大妄为的脾气 可环珠爱上了骆云飞 无忧无虑的小郡主 一旦有了牵挂 就变得多愁善感 陈丽萍的环珠郡主 脸上还带着几分软软的婴儿肥 婉约发剂与空灵刘海修饰后 眉梢眼角的温柔劲都快滴出水来了 十二 潘玲玲 高挑身材 眼镜深邃 高鼻薄唇 皮肤白皙胜血 潘玲玲的五官样样出挑 贺笑九天中的潘玲玲 饰演武当朱雀之女柳如燕 柳如燕本与男主骆云飞 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一对 却在骆云飞杀了朱雀后 两人转眼间形同陌路 小道士装扮的柳如燕 活泼俏皮 亮丽的外貌中戴着一股机灵劲 眼镜低溜溜的转 总让人觉得她会有古灵精怪的想法蹦出来 留着长发 穿上秀领女子装扮的柳如燕 容颜愈发的娇媚 特别是微微一笑的时候 似不胜凉风的水莲花 笑语奄然 动人心扩 当然新加坡美人远不止这些 你还认可谁的美貌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 也就 sam Culmukh 这份评论区留言